今天讲的这部电影,因为剧情有些炸裂啊,让我怀疑它是真实事件改变,毕竟现实比小说更荒诞嘛 影片的男主角叫艾维斯,是个刚从海军退伍的年轻人,退伍之后呢,他开车去了德州的一个陌生的小镇 他来这边,是来找当地的一个最有名望的牧师,叫桑多,来的时候,桑多正在教堂里面布道,艾维斯就坐在车上等他下班 等桑多出来后,艾维斯就开始跟踪他,跟桑多一起的还有他的老婆和两个孩子,他们一家四口开车回家 路上艾维斯被发现了,桑多就一个人下车,过来问他什么情况 艾维斯说,是我妈让我来找你的,我妈叫尤兰达 原来,尤兰达是桑多在21年前认识的一个女人,两人有过关系,但是尤兰达怀孕后,桑多抛弃了她 也就是说,艾维斯是桑多未曾谋面的私生子,现在早上门来了 但是呢,桑多的态度很冷淡,只是说,那是他在信教之前犯的一个错 然后问艾维斯想干嘛,艾维斯一看,父亲都没有一点想要父子相认的意思 就实相了,没有多说什么,只说过来打个招呼呗 这个时候桑多的家人在车上等着嘛,桑多就想赶紧把艾维斯打发走 给了他一张名片,说有什么事就找我,别找我的家人 这话艾维斯听着就很难受,心说,他们是你的家人,而我是没人要的野种是吧 就这样,艾维斯带着怨气离开了 不过他没有离开这个小镇,而是找了个旅馆住下 还在披萨店找了份工作,他留下来,是为了向父亲复仇 当然,他想复仇可以理解 只是没想到,后面他的复仇会那么极端,那么邪恶,让我目瞪口呆 几天后,艾维斯来找牧师的女儿玛丽,说想交个朋友 玛丽是不懂他的真实身份的,因为上次父亲说他只是个想入教的年轻人 而艾维斯呢,也可以隐瞒了两人的关系 那么艾维斯本来就是帅小伙嘛,玛丽很容易被他吸引 尽管父亲告诫过全家人,不要和艾维斯接触,但他还是瞒着家里和艾维斯出去约会了 在约会的时候,艾维斯有意勾引玛丽,比如故意带他去玩水,这样就可以光着膀子跟他接触 就这样,在艾维斯的主动下,约会几次后,两人就谈起了恋爱,并且很快发生了关系 看到这,是不是对艾维斯的复仇有点惊讶了,而后面的剧情更加炸裂 随着时间的推移,艾维斯越来越大胆 某天晚上,他偷偷溜进了玛丽房间,跟玛丽约会 结果半夜离开的时候,被玛丽的哥哥保罗发现了 保罗跟踪艾维斯来到旅馆,然后进去警告他,说以后别再来找玛丽了 否则就告诉父亲,听到这种威胁,一般人要么收敛,要么求情,或者吵架 艾维斯呢,直接拿起刀,捅进保罗腹部,把人捅死了 完了还对着保罗嘲讽一句说,感觉如何 可以看出他对杀了保罗没有后悔,甚至可以怀疑 弄死保罗,原本就在他的复仇计划之内 杀了人之后呢,艾维斯就开始毁尸灭迹 他找了个没人的池塘,把保罗的尸体扔了进去 之后家人发现保罗失踪了,就报了警 桑多以为是自己之前批评儿子太狠了,导致他离家出走,所以很内疚 反正一家人不停地祈求上帝,希望保罗平安归来 而艾维斯呢,继续和玛丽保持关系 嘴上还说,会帮忙留意保罗的下落 一段时间后,玛丽发现自己怀孕了,就告诉了艾维斯 艾维斯表现出一副很负责的样子,说可以生下来,让玛丽很感动 那么这个时候呢,艾维斯就决定跟玛丽坦白了 不是坦白他们的关系,而是带玛丽来到池塘边 告诉他,保罗的尸体在池塘里面 他给自己辩解说,当时保罗准备让你爸拆散我们 我不能接受,一时冲动就误杀了他 玛丽沉默了,不知道该怎么消化这件事 最后他就问了一句,你爱我吗? 艾维斯说,我就是因为他爱你才失去理智啊 就这样,玛丽最终还是站在了艾维斯这边 也就是没有报警,没有告诉家人,也没有分手 只是和他一起为保罗祈祷 其实玛丽的反应完全在艾维斯的预料之内 他就是见玛丽怀了自己的孩子 直到他没法摆脱这段关系 才敢说出自己杀了保罗的事 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 这天,桑多路过披萨店,发现了艾维斯 看到他在里面辛苦地打工,就有些触动 他心想,这个儿子挺好的,长相英俊 还为国家效力,还能吃苦耐劳,自食其力 妥妥的好青年 其实这个就是艾维斯的特点 他善于伪装,给人印象善良正直 其实内心冷酷无情,毫无底线 不过桑多哪里知道儿子的真面目呢 碰见之后,就开始怀着愧疚的心去主动接触他 桑多邀请艾维斯去射箭场 用保罗的弓箭,教他射箭 这是补偿心理吧 失去了一个儿子 开始把爱情住在另一个儿子身上 所以射箭的时候,桑多对艾维斯是挺慈爱的 而艾维斯聪明伶俐的劲儿,也让桑多很欣赏 射箭之后呢,桑多邀请艾维斯来家里吃晚饭 让他坐在保罗的位置上 看到艾维斯被父亲接纳 玛丽也很欣慰 只有母亲斯凯觉得莫名其妙 儿子现在生死未卜 还有心情带个外人回家 怎么想的 不过他不能干预什么 因为桑多在家里是绝对的权威 隔天,一家人都在教堂里 听桑多不道 桑多说,他现在不再祈求上帝要保罗回家 他只希望上帝能照顾好保罗 还分享了一个心得 就是和上帝和好 也就是说他接受现实了 不管儿子是死是活,都接受了 斯凯在上面听出了这层意思 很难过,就离开了教堂 他走到马路中间 对身边来往的车辆都无所谓 见斯凯有危险 艾维斯就第一时间去把他接了回来 这个行为又加分了 因为显得像一家人 那么从今天开始 桑多让艾维斯搬进家里来住了 就住在保罗的房间 其实这个时候斯凯还是不太接受艾维斯的 他总感觉艾维斯是纠却巢 无奈父女俩都欢迎他 他私下跟艾维斯说 你只是个客人 等保罗回来后 你就得搬走 艾维斯嘴上说谢谢你能说实话 但心里已经记仇了 住进来后 艾维斯会帮忙刷锅洗碗 种花除草 一副乖巧的样子 但一有机会 他都会悄悄溜进马力房间 跟他保持关系 就这么过了一段时间 这天又是步道的日子 桑多在这次步道中 正式让艾维斯入教 并且向信众坦白了一切 他说他年轻时犯了错 利用了一个女人 还在他怀孕时抛弃了他 现在孩子长大来找自己了 他却不想认 因为害怕面对过去的错误 也不愿破坏现在的生活 他对此感到忏悔 决定补救 听了他的坦白之后 现场都惊讶了 有些人接受不了选择离开 而玛丽更是感觉晴天霹雳 他盯着艾维斯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最终桑多的忏悔 得到了大多数会众的掌声 艾维斯也被叫上台 接受大家的欢迎和鼓励 这下他完全取代了保罗 成了唯一的儿子 为了庆祝 艾维斯在和玛丽吃饭的时候 用纸叠了个王冠 然后戴在头上 给自己加冕 好家伙 玛丽看不懂他的行为 或者说从头到尾 没有看懂过这个人 他提醒他一句 说我们会下地狱的 但艾维斯没有呼应 他对这种善恶论不屑 到了晚上 他还照常想去玛丽房间 只不过玛丽把门反锁了 第二天 玛丽疯狂洗澡 想洗掉身上的罪恶 然后他来到院子 抱着母亲寻求安慰 这时候艾维斯就站在楼上 看着母女俩 然后斯凯注意到他了 就盯着他 眼神愤怒 好像已经猜到了事情的真相 艾维斯也不回避 居高临下 跟他对视 接下来的剧情太黑暗了 桑多独自在教堂忙碌 而艾维斯在桑多家里 疯狂地完成了他的复仇 他把母女俩都杀了 然后把两人的尸体放在床上 中途发现玛丽还有一口气 就用枕头把他彻底捂死了 随后 他点燃大火 毁掉了这个家 接着开车来到教堂 全身是血地走进桑多的办公室 对他说 我想要跟上帝和好 对他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